大家好,我是孙大伟,这是我的独门证 大家好,能看到我今天穿这件衣服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吗? 上面写了很大,Iowa 我是因为Iowa这个学校曾经有我的亲戚就读 所以我特别穿上来,为什么球队加油吗? 其实并不是的,因为我今天要讨论一个问题 跟这个州是息息相关的 就是台湾开放美国牛猪肉进口的这件事情 与中美冷战间的关系 你就说,喂,你这家伙,什么也可以扯在一起啊 台湾进口猪肉牛肉跟美中的冲突 那有什么关系吗? 关系可大 为什么要穿Iowa? Iowa这个州,它出产的猪肉不是开玩笑的多 它比美国接下去四名的产猪最多的州 加起来,那个猪的数量还要多 我看了一些数据啊 其实我自己都无法消化这些数字 说怎么可能一个州啊 那个州才几百万而已 一年可以生产 所谓生产就是把那个猪啊 变成猪肉 两千多万头的猪 这是什么概念啊? 一个人在那州啊 就负责好几条猪 那你想想看嘛 几千条猪 美国三亿人 你说这听起来并不是太多嘛 但是问题是美国人吃猪肉 并不像我们华人那个吃法 不是餐餐吃猪肉 猪肉很多都变成副食品 甚至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吃猪肉 那这个猪怎么办呢? 其实美国就是一个猪肉输出大国 这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很多亚洲国家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保护它本身的猪农 所以他们都不希望进口美国猪肉 牛肉也是一样 或者他们有诸多的限制 那他们的用的理由 通常就是说美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 叫瘦肉精 让那个猪可以长得漂亮一点 不要太肥 但是你说如果这个理由的话 哇那我们三亿多人 是不是吃猪肉的都完蛋了 美国的华人是不是身上全是毒啊 那当然啦 就是我们说这个是最便宜的猪肉 美国也有很高级的猪肉 organic的 保证没有瘦肉精的 在农场上养 那个猪还可以跑来跑去 它什么日本品种的 黑毛猪等等的 那边猪肉都很贵 所以他们现在讲要出口到台湾的 或者其他亚洲国家 它那个猪的价钱 是当地农夫生产的一半价钱 这个完蛋了 他一进去以后 很多当地的猪农都哀哀叫 所以台湾现在就在补救 就说哎呀这个猪肉不会进入 某一些的食物链 主要还是用国产的猪肉 哎呀那个美国猪肉没有国产猪肉好吃 学校还有政府机关不会采购 美国猪啦 大家可以放心 猪农还是有钱赚 但这个跟美中的冲突有什么关系呢 很简单 是这个时机 现在呢 美中的贸易炒得热乎热乎的 我上次曾经讲到这个黄豆这件事情 都变成一件大事 美国就是天天在想着中国买的黄豆不够多 那现在呢 台湾突然对美国开放了 要卖猪肉和牛肉给台湾 这个有好几层面的意义 当然从最基本的层面就说 哇这个对爱荷华州 他已经是共和党了 是个大利多 台湾啊虽然就2300万人你说跟中国十级人差太远了 但是我们是华人 大家都知道华人吃猪肉的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还有第二点就是说 接下来那几个州什么州呢 北卡 明尼苏达随便讲两个 北卡应该是共和党没有问题 明尼苏达州上一个选举呢 是有轻微的票数选出了这个西拉雷 所以说它是个摇摆州 猪肉对他来说也是一大利多 那好了 你说哎呀 这个你把什么事情都扯上选举啊 真的太小看美国人了 其实就这么说吧 好 那但是还有一个层面的问题 就说虽然我是很小就离开台湾 我在台湾还是有些家人还有朋友 所以我就要对你们说一句话 哎 如果里面美国的猪都不让来的话 你还想要美军来帮你啊 你不要做梦了 现在在这个阶段呢 很简单就跟当初冷战一模一样 选边站就是王道 你要选哪一边 你如果要选边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表现出一下你的善意啊 善意之一就是什么呢 你对美国的产品多开放一点吧 虽然那个两千三百万人呢 而且现在人越吃越来越少 也吃不了多少猪啊 但是 这就是跟美国表态 就说你军火F16V买 飞弹 什么鱼雷买 猪肉买 讲难听点是保护费 讲好听点是巩固友谊啊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所以呢 在接下来这几个月 如果是川普连任的话 接下来的几年 几乎我可以想象到 不要说每一个国家好了 但是我敢说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他都必须要选边站 他必须要表态 那表态的方法有很多 什么友谊访问啦 这个在台湾已经发生过了 或者是就掏腰包 买点美国货 对美国的人民 展现出你的热气 今天我的独门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